SEGA旗下的人龍工作室 因為開發了人中之龍系列而聞名 現在要推出全新的作品了喔 而且這次聽說是由木村拓哉來擔任主角 到底是什麼樣的故事呢 一起來看看吧 SEGA旗下開發人中之龍系列的人龍工作室 在近日宣布將由日本知名偶像 木村拓哉所主演的PS4原創新作 《審判之眼 死神的遺言》 本作是由人中之龍系列的知名總監 明月忍陽所領軍打造的全新原創作品 也是他首次挑戰法律劇的相關題材 遊戲以律師事務所為開端 描述孟村拓哉失聯的主角 八神龍之調查案件的經歷 本作和以往不同加入了許多新要素玩法 像是跟蹤可疑的嫌疑犯不能讓他逃掉 及各種喬裝潛入找尋需要的線索 或是成為狗仔拍攝鐵鎮如山的照片 當然維持傳統各式各樣的小戲也是不會少的 本作預定於今年12月13日同步推出繁體中文版 且也搶先釋出體驗版囉 有興趣的玩家們趕快載下來打一波吧